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5月20号 礼拜二的中视五间新闻 头条来关心豪雨造成了人命损失了 南投山区溪水暴涨 困住了一对要去公共的老夫妻 结果警销出动了11个人前往救援 把老先生给救出来 不过他结婚快50年的妻子 却被大水给冲走 整个救援过程十分惊险 豪雨突袭南投山区溪水暴涨 救乱人员想利用绳索横渡到对岸 但整个人泡在水里 几乎快要灭顶 险向还生 好不容易抵达对岸 救难人员先将老先生固定在绳索上 再拉回岸边 由于脚底就是拨刀汹涌的急流 老先生说什么也不敢放手 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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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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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慌了三个小时 警消终于顺利将老先生救上岸 等了一个晚上大水退去 老先生上午和警消回到现场 搜寻老妇人的下落 但回想起妻子被大水冲走的那一刹那 老先生还心有余悸 警消人员沿着事故地点往下游搜寻 且至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发现 警消也提醒 这几天中部山区都会出现豪大雨 要上山的民众一定要留意气象资讯 记得黄总盈 陈家贵 南投报导